我们来换个心情 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韩国人气女团New Jeans 周五推出第二张迷你专辑Get Up 其中主打歌Coo With You的MV亮相 邀请到韩剧《鱿鱼游戏》的女性正好言 与印第梁朝伟登场 令网民大感惊喜 虽然梁朝伟只现身不到30秒 但她的白发造型和表情 已令网民留下深刻印象 不少网民大赞 MV有如电影 有消息指梁朝伟觉得 这次MV的故事和角色很有魅力 决定不收酬劳拍摄 表示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想给韩国粉丝一个小小的礼物 而刘佳玲也在社交平台发文 分享MV截图帮忙宣传 天王郭富城最近在澳门举行寻唱 而日前更有特别嘉宾现身 就是太太方圆带着女儿加油 方圆于社交平台上载片段 并留言表示 爸爸的小小粉丝来了 台湾的MeToo性丑闻事件 搞笑艺人NoNo 设性侵超过20位女性 先被受害者之一 网红小红老师到法院提告 近日台湾有消息指NoNo 与太太朱海军离婚 台湾传媒向NoNo本人求证 不过她就已读不回 而NoNo的经纪人低调表示 没有要回应 朱海军的经纪人则否认表示 没有离婚 而小红老师日前就自报 收到恐吓信内容提到 背景人士会去处理你 已经接了价钱也谈好了 并威胁 等着你的黑历史被爆料吧 你敢告No哥 就有人敢处理你 目前小红老师已经报警 对此他也紧急发出不自杀声明 宣告表示 在此期间 我的生命或身体 如果受到任何伤害 都不是出自于我本人的意愿 如果发生意外 希望警察单位详查 又表示 若网友看完此声明之后 近期或将来发现 该账号不再上线 请帮他讨回公道 绝不向黑暗势力低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